2017年在米兰时装周上 王俊凯走秀开场并领先闭幕 今年他以嘉宾的身份再次亮相 前后相差一年 小凯同学的表现已经游刃有余了不少 这次来时装周呢 其实因为是看秀嘛 所以其实心情上都会比较兴奋啊 上次呢是稍微略在紧张嘛 一回声二回熟 第二次亮相米兰的小凯同学 对时尚工作已经有了自己的把握 完成了这一趟任务 昨天夜里他已经马不停蹄地赶回国内 接下来他将继续投入到电视剧 《天坑英烈》的拍摄中去 18年的新作品其实就是这部电视剧 《天坑英烈》 去年年底电视剧《天坑英烈》正式开机 剧中王俊凯所扮演的男主角张宝庆 只身从北京前往东北鹰屯 开始了自己18岁的冒险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从放荡不羁的矛头小子 成长为了一个沉稳果敢的少年英雄 收获最多的一部作品 我觉得就是在拍摄《天坑英烈》这部剧吧 因为组里边也有很多老演员老前辈 跟他们演技 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学习和进步 《简优杂货店》中的沉默寡言的小波 《长城》中胆小怯懦的小皇帝 2017年 王俊凯在电影作品中 为大家带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 2018在这部由他所单纲主演的电视剧作品《天坑英烈》中 他又将带来怎样的表现 我们也拭目以待 而探及王俊凯未来的演艺录 他表示希望能够有机会去参与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 哪怕要丢掉自己的偶像包袱也心甘情愿 我觉得一定不要有偶像包袱 因为很多的一些戏里边的角色 他们就是要那种很自然的一些东西 而且就是看 我觉得是看剧里边那个人物的一些成长鬼子或者性格 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的一些经历还是什么 就让他需要这样一个伴仇还是什么 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到 我就会去一定会去达到去想要塑造好这样一个角色 2013年出道以来 年纪18岁的王俊凯已经在演艺界打拼了五个年头 作为一个95后 他也在用努力为自己证明 随着慢慢的长大 也能够看到90后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些志向 他们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想要完成自己的东西 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慢慢成熟的方式 只不过90后可能是用自己的一些方式 去完成一些他们自己想要达到去做到的一些事情